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天堂新游戏的一个消息 今天逛巴哈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在讨论 那就把里面的一些资讯 汇整给大家 居然还有天堂W 接下来要出的东西 活动的日期内容 天堂W不是是 最后一款天堂了吗 怎么还有新的呢 那我就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请大家先帮我按个订阅 开始下 让这会出更多天堂W的情报级攻略 开始吧 那一开始就直接给大家看这个重点 巴哈会讨论成那样 就是因为这张图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显卡 如果是NVIDIA的话 有这个GeForce Experience 的这个驱动程式的一个软体 它会定期更新 然后新出的游戏 它就会支援 让你的显卡的驱动程式 对游戏做优化 玩起来更顺畅 那这个似乎就是 有人去解这个程式的包 那解出来之后呢 就看到这个Project TL 在2022的7月21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天堂W是11月初 但是它里面的日期是写11月25 所以以这样去推算的话 Project TL 可能在更之前就会推出了 那到底什么是Project TL 那Project TL它是承袭之前有一款游戏 叫天堂永远 Lineage Eternal 这一款在2011年就已经在韩国的电玩展 G-Star公开过了 也就是已经是11年前了 结果后来有开放玩家体验测试 之后呢 一直拖来拖去 拖到了2017年 才发表了这个Project TL 那其实就是之前天堂永远的那一款 用不同的引擎 用Areal Engine 4 重置了整个游戏 整个翻新就对了 然后现在叫Project TL 然后在2018年有封闭测试过 那网路上其实也可以找到一些影片 实际试玩的 其实它玩起来就很像暗黑风格的游戏 所以跟我们原本玩的天堂 战装打怪的这种 有一点不一样 它比较像是POE暗黑那种刷怪的游戏 技能很多可以接技 动作很快 怪也刷得很快 那会有这个物件破坏啊 天气系统啊 地形变化 总之就是很像暗黑就对了 那我之前查到的资料呢 都是传闻2021年会推出 年底会推出 但是呢那时候 推出的是天堂W 那我就觉得这个Project TL 可能又胎死附中了 而且当初他们也号称说 天堂W是最后一款 那当然我们这些喜爱天堂系列的玩家 都会去玩天堂W 但是在年底的时候 又传出说明年2022年要推出 Project TL 那我上网查来查去 其实都没什么资料 都是网络上的传闻 但现在居然有流出这个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N的 因为我觉得天堂W到现在还是很赚钱 我们还是一直在课金 是吧 那他如果6到7月推出的话 我觉得有点笨 天堂W应该还可以撑蛮久的 虽然今年1月没什么大改版 除了跨服BOSS以外 那如果这款Project TL 真的推出的话 我还是会玩 他是PC端的 他不是手游 这款就是电脑的游戏 那可能是结合暗黑跟天堂W的玩法融合在一起 只是我还是希望不要太快推出啦 毕竟天堂W我觉得我还会玩蛮长一阵子 再来还有奥丁 而且如果他是PC Game全手动的话 其实现在的玩家不是很玩的下去 那就等有正式消息再说吧 再来呢就要讲到 我在巴哈透过这个版友的讨论 有连结到韩国的一些网站 有人在透露接下来天堂W要出什么 我带大家看一下 有找到这一段文字喔 那这段我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右边是积番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不知道这个人是纯粹他自己掰的拆的 还是真的有消息来源 那我们看一下 1月26推出这个狂暴卷轴第二款 就是第二波第二波的制作 就是制作红武 再来会有这个新年礼包 这个看起来是蛮像的 再来2月2号第三波是制作红防 也一样是狂暴卷轴 那这个新年礼包办 是不是清亮包的意思呢 我们天堂W很长出一波之后 第二波又出一个清亮包 比较烂一点CP值比较差的 继续让你客 2月9号做这个红技能书 再来是推出情人节特别礼包 再来2月16是这个红的 应该是饰品吧 然后再出一个情人节特别礼包的清亮化 清亮包 再来2月23是这个雅丁世界 还有这个黑妖的预售 这个可能是指这个预约的礼包之类的 看不太出来 再来3月2号是TJ TJ券第二波 然后一样签到14天收到 3月9号才是这个雅丁世界跟黑妖的开放 班式转变是class class就是职业 职业转变 正式可以转职 还有白色情人节包 那这里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这个正确性不知道 有可能是他们猜的 但是看起来还蛮象征的 那我们就可以之后再来验证看看 那最主要就是这个雅丁世界跟黑妖 这个有说过要一起同步开放 那我们可以看到官网的Q&A 这边雅丁 雅丁计划于2月公开 它是写公开喔 不是写推出喔 或上限 所以2月公开的话 这个不知名的消息来源 就有点像喔 因为确实在2月公开 有这个预售的礼包 那正式推出到3月 我是觉得这个 蛮有可能的啦 那最快是2天后 2天后我们再来验证看看 是不是这个内容 新年礼包是不是2天后出 那下一波是不是制造红武 但其实呢这一波我觉得蛮好拆的 如果它是瞎掰的话 也蛮好蒙中的 因为过年金快到了 不是后天初会是什么时候出勒 对不对 那狂暴卷轴 我们上次是和这个红变红瓦 那下一个一开始都是先来武器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资料我们要验证 是不是正确的 可能要2月2号2月9号再验证一次 尤其是这个会不会出这个新年礼包 清亮包 那其实我是觉得 最近的更新的内容 都是这个制作啊礼包啊 新的内容出的有点慢喔 像之前圣诞节还有出我们这个新外观 这个活动的外观 那这个1月完全没有这些相关 比较重大的更新喔 我会觉得这个如果雅丁跟黑妖拖到3月才要出 有点太久了 尤其最近一直一堆人在问我要不要退坑 拜托我没有要退坑 我会继续玩下去好不好 不要再问我了 很多比如说工程站那些的都还没来 我不可能会退坑 那就看这个过年天堂有没有更多内容可以玩喔 那像现在疫情严重 确诊的足迹已经到宜兰我这边来了 所以过年出去爬爬罩好像也不太妙 那天堂如果还没什么新内容玩的话 哇真的是这个年会有点无聊 希望这个NC可以打大家的脸 TL明年或年底再出 然后2月赶快来个大改版 以上这些八卦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这些都不是官方消息 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咯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